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不会长不高 那有关于长高 那总是我们会听到的 就是你营养要充足啦 睡眠要够啦 每天几点要睡觉啊 这个东西其实对小孩都很重要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方式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不见得能够 第一个没办法让孩子这么早睡 因为他可能工作很多 第二个就是 我们也很难补足到 所有孩子应该要的营养素 那到底长高的关键是什么 我们今天就要来聊一下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 康营生计的顾问钟智杰 哈啰 欢迎顾问 观众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好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自己有小孩了吗 没有没有我没有小孩 你为什么露出了一个很开心的表情 没有就是我弟有小孩啦 但是对他蛮好的蛮照顾的 但自己实在没小孩 我觉得没小孩会露出一个开心的表情 可能也是觉得 有了小孩之后烦恼还真的蛮多的 对不对 像我们应该是 上一个小时在聊的是孩子的学习 学习学业你一定会担心嘛 对不对 那就撇开学习学业 你希望他健健康康的 你希望他能够顺利成长 这也是这个是最最基础的担心嘛 最基础的担忧 你知道我们每次在聊孩子的成长的时候 很多爸妈最关心的都是长高 长高的关键到底是什么 我们以前聊过很多 我们聊过的面向包括 就是生活作息啦 还有刚刚讲到的一些营养的补充啦 甚至到这个医院端 假设真的有这个伸展发育 直缓或是现在很担心的 有些性早修 基本上就要进入到医疗的 这个阶段 你去医院可以看什么样的科 像现在的这个医院里面的 儿童生长门诊 或是儿童成长门诊 或是小儿科里面的这个专科 人都是多得不得了 你知道吗 大部分呢 都是担心孩子长不高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孩子长高 我又没有办法预测 我小孩可以长多高 这个部分应该很难 虽然大家说 还是有一些数值 不是什么看爸妈的身高可以 其实你提个这 遗传基因的问题 当然是在所有生物里面都很重要 但是我们发现 就像刚才主持人讲 其实现在有很多因素 包含之前你说谈过的 比如说睡眠啊 运动啊 很多这部分 包含现在生活习惯 尤其是像从COVID-19以后 然后大家线上上课 用3C用品 所以其实 在这医院里面 不只是长高门诊 睡眠门诊也很重要 其实长高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包含是营养 但我们都知道营养要补充 但是比较重要的是 其实我们生 生命就是这样 它是一个生物平衡 那其实在睡眠的时候 睡眠的时候 我们其实会分泌生长技术 在身体里面循环 然后到每个器官去刺激该要有的发展 所以那叫做Viner 就是线性的发展 那这是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你睡眠问乱的时候 那这个生长也不好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还有就是现在小朋友 然后在家里晒iPad 不晒太阳 不运动 这也是很多的因素 所以刚才主持人讲到的 饮食 然后生活习惯 然后运动 我觉得这些很多都 其实都非常重要 但是干扰了 现在小朋友生长的生物平衡 所以我们要让这生物平衡 回到一个Homostasis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 现在小朋友所需要的 关键跟概念 那我问你 先天跟后天 你觉得到底哪一个比较重要 我当然觉得后天重要啊 先天你不能改变嘛 对啊 对 所以后天一定比较重要 我觉得后天比较重要 我觉得你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为什么 你刚没有看到我站起来的样子吗 没有 我就差不多151 152公分 我自己也没有长很高啊 我自己也长不高 也没有很高 我的意思就是 你知道我们这种 长得不高的妈妈都会很忧虑 而且啊 我就要讲啊 就有一句俗话 这个我也在这个 电台里面讲过 就说什么 有一句俗话这很糟糕 叫什么 爸爸矮矮一个 妈妈矮矮一窝 你有听过吗 没有 我没有听过 意思就是说 妈妈的身高 跟小孩的身高比较有关 我 不是很理解 我有问过医生 结果你知道真的有医生跟我说 如果以长期的统计来看 好像是真的有一个影响 我觉得要讲的就是这东西 如果以统计来看 那可能会是这样 但是还是可能用后天的方式来改变 因为后天的成长 就像你刚刚讲的后天有太多太多的因素 其实是有影响的对不对 对 如果妈妈真的很重视这个问题 那营养包含自己在怀孕之后的营养 跟小朋友的营养很重要 因为胎儿在妈妈身体里面那么久 那那段时间的营养跟妈妈自己的状况 其实最小胖是很重要 好那所以我们就要来讲到 刚刚有讲到就是 爸爸妈妈如果不够高的话 其实因为你说你觉得后天比较重要 对我觉得后天比较重要 所以其实孩子是有可能 可以打破父母身高的限制 对不对 像是最近大家都在这个 又开始关注林书豪 林书豪 林书豪的身高其实就是远比父母亲要高很多 他爸妈到底多高 我也不知道他爸妈多高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知道说林书豪的父母亲其实不高 但是他长得很高 但是我们他的原因是什么 运动吧 对运动 为什么运动 你看打蛋球会跳 他给骨骼一个物理性的刺激 其实骨骼就会因为这个刺激而发展 所以就像你说如果要长高 那你就是要让他补充足够的营养 然后要好的运动 就是要跑跑跳跳啊 像老年人也是一样啊 我们鼓松的话 那其实走路好还是小跑步好 当然是给骨骼一个刺激比较好 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概念 但是我说后天比较重要 好 那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可能比如说像包括我在内的妈妈们就会松一口气 或是如果自己身高不是很高的爸爸 可能会松一口气 但是如果要这样的话 后天的关键到底是什么 比如说我要怎么补足营养的部分 睡眠你刚刚有讲 睡眠其实非常重要 很多我们看到就是这个体育班的孩子 他们都长得特别高 我觉得一个是运动 另外一个就是睡眠充足嘛 因为他们通常就是很早就睡觉了 对 他们不会就是坚持的要 在那边读书读到什么晚上啊 因为他是体育班 那所以他的重点是在运动 跟他这个体能的发展 所以也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样双重的关系 就让他们都长得比较高 那如果今天是我们需要做一些后天的营养的补充的话 到底有哪一些才是重点关键 然后还有其实这个除了身高之外 其他的部分是不是也有关联 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今天的青青红的宝贝第二单元主题 是长高的重要关键 在现场的是康营轩记的顾问钟智杰 刚刚智杰顾问在讲说 你自己是做研究的对不对 对 所以你刚刚讲到说 一直他一直很很很很很认真的跟我们分享 睡眠这件事情实在太重要了是不是 我觉得现在是小朋友的生活习惯 因为我们其实在做一些study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的报道 我们发现小朋友用3C用品 不一定是打电动 他其实是会干扰他的睡眠 让他变成是温乱式睡眠 你说不一定是打电动 包括我可能拿3C平板来做学习也是一样吗 对 因为蓝光吗等等的 对 然后这个部分对脑部的一个刺激 会让他其实很不平 就是发育也很不好 真的 其实你就会看到像小朋友情绪不好做不住 没有办法注意力集中 然后一下就暴怒 其实这很多其实我们要去 我觉得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我觉得很不好的状况 然后另外刚刚也提到性早熟 因为我有特别提到这件事情 性早熟的问题也是 因为刚刚其实讲到营养均衡 这个顾问也讲 我觉得顾问真的是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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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之前也特别提到过 那有关于性早熟的部分 环境荷尔蒙的影响也非常的多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要回过头来讲 那到底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能够避免 我们当然能避免的 我们尽量避免 你刚刚讲到都是避免的东西 对 我们要避免让孩子的睡眠受到干扰 那睡眠受到干扰 可能3C用品是很大的一个来源 其实它的就是零食真的要少一点 零食 好 甜食的部分 炸的部分 对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干扰到内分泌吗 还是 其实因为我们的骨头在生长 它会受荷尔蒙的刺激 那个骨后板愈合它就长不高 所以性早熟长不高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我们骨后板愈合 这个部分其实蛮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思考一个 要给小朋友什么比较好的营养 包含一个均衡 像我们最近常听到很多人都在提一些 Asteo calcium 骨盖素 或者是一些骨骑发蛋白的这些研究 那其实 小朋友在妈妈的 在妈妈肚子里面 他就接受母体来源的 Asteo calcium 刺激 就骨盖素 去刺激它的发展嘛 是生长发育 其实小朋友这个部分也是非常重要 就是饮食的均衡 然后生活形态的平衡 我觉得这是现在最重要的 那我们现在环境是这样 减分那么多 当然我们要考虑怎么样把被减掉的东西加回去 这是一个概念 那骨盖素是我们身体里本来就有的吗 那你刚刚说在宝宝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妈妈也会分泌骨盖素啊 那骨盖素怎么来 我需要 骨头应该它自己会去分泌 骨头自己会分泌骨盖素 骨盖素是骨头里面的细胞自己会分泌骨盖素 所以我们年纪增加它会降低 那它的调节就很多 它也会被一些荷尔蒙的抑制去影响它的表现量 所以你看骨盖素 其实我们过去都认为骨头是一个骨架 但我们现在发现骨头是内分泌器官 它分泌的东西对于肌肉的品质 对于血糖的调控 对大脑的认知功能 对就当然生长发育 包含甚至对男性的功能 它都非常重要 欸我不知道欸 我第一次听到 其实骨骼是内分泌器官 我第一次听到骨骼是内分泌器官 骨骼是我们觉得骨骼是内分泌器官 因为骨头有太多的分泌这些东西很重要 你去想嘛我们骨骼在长的时候 为什么说是线细 你不可能跟骨头长肌都不长 内脏不长什么不长啊 所以骨头它其实蛮重要在这个概念 它不是只是储存钙而已 或释放钙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当然我们怎么样去 把一个好的营养给小朋友 是真的考虑它的平衡 所以我们要去做一些饮食 或者是给它摄取部分的一个设计 那我怎么样可以让骨骼素的分泌增加 你这样讲等一下 所以骨骼素它其实 如果我们要讲长高的关键的话 它是一个吗 它算是一个蛮重要的因素 那而且但是 但如果这样讲 因为我们身体的骨头不是只有骨骼 其实不是我们只有想到的 这个长高的这个骨架 然后包括像牙齿 都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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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是腔肌磷灰时 其实那是骨骼里面重要的结构 所以我们怎么样在饮食当中 让小朋友吃到好的优质蛋白 优质蛋白质 少一些不良的东西 那其实免不了 你看我们现在光那个奶粉 很多广告都是添加什么 添加什么 很多 我们比较重要的是 到底什么是骨头真正来源里面 重要的一些成分 或者是我们是不是 它健康啊天然含有丰富 我觉得这是一个概念啊 因为很多东西会被提取破坏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花很多功夫 包含思考我们怎么样给小朋友好的营养 那你刚刚讲到骨盖素是我们自己骨头分泌 它可以生成分泌的 那这个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降低 或者是某一些状态下它被抑制它都不表现 就像你刚刚讲的荷尔蒙 就会抑制它嘛 它的荷尔蒙会干扰骨骼很多的一个平衡 好那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所说的一个人在生长的 比如说以身高 这些骨骼发育的黄金成长期 确实是有存在的对不对 会啊 因为骨猴板密合 它就闭合它就不会长 所以其实家长可以带小朋友去做那个 骨板 对对 照手这样照一个人 对 照手 看它的骨铃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都 那孩子有几个黄金成长期 其实黄金成长期我们从开始 它要大概幼稚园上课就有 就有 就学龄前是一段 对 学龄前就是一段 然后比较重要的是学龄前 包含小学到国中这段时间 的营养充足包含运动 这几个阶段很重要 那如果你到高中以后到大学 我们为什么叫它充刺期 因为那是最后要充刺 因为它可能荷尔蒙的分泌量够了 它成熟了 所以它就开始 它就 不容易再长高 所以我们这几个时期非常重要 那这几个时期分别可以 主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他们 加一把这样 其实 其实 主持人刚才讲的概念都很重要 生活饮食都要 注意 比较重要的就是真的还是 零食优渣的少一点 优质蛋白质是 优质蛋白质是一定要的 丰富的营养素 我们对充足的 钙的补充 比如说来自于牛奶食物都可以 当然要一些其他supplement 也是很重要 所以你看 如果说我们要来把它分段的话 学龄前四到六岁是一个打基础的时候 这个时候可能就像顾问讲的 这个饮食的部分特别重要 包括要这个避免偏食 然后这个钙质 优质蛋白质的摄取是不是足够 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了解 第二个一个成长的这个黄金时期 可能就是十到十六岁 也就是进入到青春期的这个阶段 那这个阶段其实最重要的可能是 睡眠要很充足 对不对 糖分摄取要减少 运动量要增加 这个跟刚刚我们前面讲 学龄前这个又有点不一样 再来冲刺期 我看到冲刺期我都在想天哪 这个冲刺期现在真的 在一般的孩子身上有存在吗 因为很多孩子其实 比如说女生 你这边写女生十六到二十三岁 男生是十七到二十五岁 可是现在因为可能大家发育的都比较好 这个时候搞不好生长版都闭合了呀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就是又性早熟的问题很多 像现在小朋友也有很多在研究糖胖症 对啊有啊 所以其实这些都会让他比较 对啊其实你看 有有有我们有讲糖胖喔 我们有一集讲糖胖 小孩的糖胖我们是放在儿童节那天布 大家可以听一下 现在那个儿童减重门诊人很多耶 对所以这个就是蛮重要的 但是你看如果他回到一个homostasis 那他这些问题可能就会解决 但是我们前面如果没有弄好的话 其实他根本没有冲刺期这件事 对不对 你刚刚讲的三个期 他没有第三期 我们当然要以正常来讲 对啊我自己是觉得 你看现在十六岁以上的女孩 其实大多数如果都出今来的话 出今来的话可能他身长版都闭合了 对不对 就其实就蛮接近已经不大能长 好所以我们现在再回来我们就要看 那在这种时候 你刚刚有讲到骨盖素 对 然后呢当然有一个东西叫这个 我们自己身体有的生长因子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骨盖素一样的意思吗 骨盖素它会有这样子的功能 但是生长因子在我们身体里面算是很多元 很多元 其实我们今天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这些东西抑制的这些东西 我们怎么样把那个平衡改回来 而不是小朋友缺少 他是被抑制 是这些环境的因素 帮我们的饮食去抑制的这些现象 你可以理解我意思吗 我今天的 环境荷尔蒙可能会有一些刺激 它会抑制我们身体正常的发展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东西移除掉以后 我们要把这个被影响的加回去 我们可能透过一些营养的方式 或者是一些supplement 补充的方式 去给它一个 把这些东西减分的把它加回去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不把抑制 它的这些因子拿掉 你拼命想要补东西给它 也是没有用的啦 是不是这个意思 应该是说十分工作 十分力做一分工吧 应该是这样讲 还是有效 但是就是你会觉得 就是试被公办 试很被 然后公很办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好 那再来讲 那很多爸妈就会非常认真的想要帮孩子 找各种方法 应该的 比如说中药 中药不是很多转骨方 你要不要聊一下 你自己的 你们根据你们做研究 你们看中药 其实我们看过很多 其实我们像看中药里面做标准汤祭 然后把它做成科学中药 其实是我们古老的 这个祖先传下来的一些智慧 我觉得当然是非常好 那我们现在有一些比较科技性的 比如说像Nutrosuricose 它就是会来自于天然 我们健康的骨骼里面 该要含有的东西 这是跟中药一个蛮大的不一样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 除了中药以外的选择的话 我们可能可以去思考一下 这些 就是 这这样子类型的一些成分 因为这是科技办得到 因为你看嘛 蛋白质变性在60度 所以你只要加热去提取 基本上很多东西都会破坏掉 所以这有的时候 它是必须要靠我们现在的科技跟技术 去保留这些成分 这个其实蛮重要的 所以中药这部分 你也是抱持一个 就是要审慎的态度 对不对 我觉得中药当然是 要给众医师看过 他真的需要什么 他缺乏什么 因为不管是什么事情 你只要是药就是药 那如果说像吃钙片啦 或者是小的小朋友都会 很多这个家长都会熬大骨汤啦 然后在青春期的孩子 我们就会想说 牛奶给他当水喝 因为听说林书豪就是牛奶当水喝 这样子 那这样子其实是有补到关键的营养吗 其实很难欸 很难 对 因为其实 一个是我们身体 它本来就会分泌这些东西 那我们 你说牛奶里面有很多钙的成分 当然钙的 对长高很重要 对我们的营养很重要 但是 回过头来说 你不可能就是光喝牛奶 就像我们上次就遇到一个 他也是牛奶当水喝 但是他的生活习惯就是不好 他也没有长高 好 所以如果最后你要总结的话 就是说 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 就身为家长 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 在孩子长高的关键上面 我们要注意哪些东西 是你觉得当务之急 而且是真的能够关键的去帮助到他 而不是我们做了很多 就比如说像 很多吃中药 其实吃到后面也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骨太过了 然后满脸青春痘啊等等的 都有 我们都听过 那你的建议是什么 哇 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 刚才主持人讲到一个好的 睡眠跟骨骼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非常重要 嗯嗯嗯 那骨骼我们今天要知道 它是一个内分泌器官 骨骼里面分泌的东西很重要 我为什么一直强调骨概素 因为 像我们骨头内分泌的这些部分 的应用非常多 代表它能调节 也就是说今天包含荷尔蒙啊 包含一些脂質的代谢 这种调节这就是非常重要 嗯 所以其实 它 要我们希望小朋友先把他的生活习惯做好了 生活习惯很重要 生活习惯一定很重要 对然后 充足的睡眠 生活那充足的睡眠的前提是 他的生活习惯 假设他吃太多甜的啦 他用太多的3C产品 这其实都会影响到他的睡眠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是跟睡眠也有趣 睡眠跟情绪这个东西是绑在一起的 另外当然 你刚刚说的 这个会跟骨骼的发育绑在一起 对 然后你刚刚讲到运动 运动的部分啊 你有给脚底板刺激啊 这个部分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副理性的刺激 对那当然还有就是 真正关键的营养 比如说骨概素 你刚刚讲到的 然后还有 有一些我 比如说我手上资料看到的 噪骨矿物质 活性骨蛋白 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有点太深了 太深奥了 太深奥了 但它们都跟 长高 跟骨头生长 包含年纪大骨松都有关系啊 所以最重要的是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 我们担心这个女性停筋 我们昨天才在聊这个骨松嘛 其实这些也是重点 对不对 非常重要 对 其实这个就是非常重要 因为女生停筋缺少荷尔蒙 对骨细胞的刺激 那当然 就会影响破骨细胞 跟沉骨细胞的平衡 所以像这些东西 还是有办法靠一些补充吗 现在有一些科技的这个 可以 所以我才说很多的成就 是来自于科技的发展 像这些刚才讲的 那个造物矿物质 枪金灵灰石 那就像主持人刚才讲的 跟牙齿啊 跟骨骼的结构是一样的 然后像我们骨头里面 有很多的活性的蛋白 包含骨气发蛋白 活性骨蛋白 包含骨钙素 这些部分当然我们如果 很多的状况不好被抑制 那当然我们也是要想办法 去激活它 或者是把它加回来 所以就是真的可能要 再去选择一些 跟这些相关的营养食品 对 那对孩子真的在长高的 关键上的帮助 才是能够补到 那个核心营养健康的部分嘛 对不对 那天天好像我也可以吃 就是我们这种 可以反正你看起来还没青春期嘛 才刚青春期而已 这个人很会讲 康吟生计顾问钟志杰 谢谢 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大家